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龚俊合体拍封面,俊男静女组合,为何被网友潮? 赵丽颖是85后的小花,拥有众多的代表作,实力与颜值俱佳,龚俊是新生代的流量小生 这两人合体拍摄了BOQFILM封面,俊男美女的搭配自然相当的养眼,可是却因为造型的问题,引来了一部分网友的嘲讽 赵丽颖和龚俊是首次合作,二人拍摄的是短片《你好,你好》 这部短剧导演设置的就是男女主的关系是爱和人类之间的关系,赵丽颖饰演的是短片中的女主角林英,龚俊则饰演的是人工智能爱 在短片中,两人完成了一次从人到爱之间的置换 在二人合体所拍摄的封面中,展现的是若隐若现的虚实感,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将影像和时尚相融合 当网友看到封面之后,可能并没有理解导演的寓意,甚至认为赵丽颖的造型有一些恐怖 在封面中,龚俊穿着都是白色的T恤,面部没有多少表情 而很多的网友关注到的是赵丽颖的造型,认为造型非常的奇怪 而且两人的头是一上一上,赵丽颖的头恰好在下面,不太符合人们的审美 实际上很多的网友只是单纯的看了封面,并没有深入的了解导演拍摄智能爱主题的寓意 人工爱智能的面部本来就没有过多的表情 再加上男女主关系的置换,封面上就出现了倒转的头部 这种拍摄也符合人工爱智能的设定 网友之所以会吐槽赵丽颖的造型 就是以往在人们的印象中,赵丽颖每一次出现就是美美搭 比如前段时间与凤行造型的背景照曝光 赵丽颖的造型就鲜味十足 在与凤行的官方,也会定时发布一些与主演相关的拍摄花絮照 让网友们持续关注这部作品 而且还会通过制造话题积极地与网友进行互动 使得这部电视剧在没有播出之前 就获得了广大粉丝的关注 在这部剧中,赵丽颖饰演的是女主角 与男主角林更新是二次进行合作 所以在这部戏开拍之前就有很高的热度 再加上官方不定时地公布一些女主的美照 热度之增不减 赵丽颖除了拍摄剧集之外 近期也参与了直播活动 身穿红裙值直播造型也非常的惊艳 与之前的封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直播活动中 赵丽颖再次化身赵小刀 积极地与主持人进行互动 展现出自己的幽默本色 现在很多的明星都会不定期地参加各种直播活动 直播行业越来越受关注 微波娱乐作为直播行业知名的网红孵化公司 拥有系统化的直播培训体系 并且拥有强大的运营团队 辅助主播进行运营 对于那些有潜质的新人 主播会制定专属的主播人设 进一步增强粉丝的粘性 为观众们带来更多优质的直播内容策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